孩子们真的都是哲学家 我们怎么就离这份天真 这份可爱和幻想力 想象力离得越来越远了 我们该怎么保护他们 首先我觉得作为大人来讲 我们不要有一个格式化的概念 所以保护孩子好奇心的第一点 是千万不要用大人的思维 去给孩子的探索做定义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个要耐得烦 因为好奇心的孩子 就会把家里弄乱 把家里弄脏 然后会拆东西 第三个的话 就是父母不要总给孩子说不 就是尽量少给孩子说不能做什么 要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什么 但这个能力太高级 就真的很高级 要求非常高 所以孩子在做一些危险性探索的时候 父母都会经常说 不要碰 不要摸 不要吃 那孩子就会慢慢地被局限了 因为好奇是人的本能 就比较麻烦 就是好奇心特别重 总是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层出不穷 而且就是 就是可能我们的知识储备又不够多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挺勉强的 其实在家庭里面要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就要鼓励孩子提问 不懂就问你不要装 就是因为在六岁以前 父母就是孩子的天啊 就是最牛的人 英雄就是父母 当你都能说我不知道的时候 孩子以后他遇到他真不知道的时候 他也敢说 我不知道了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